谢谢主持人 总理您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网记者 我们注意到前阵子中国对一些保险类 金融类的企业 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 请问下一步这样的做法是否会继续 以及这是否表明了中国新一轮的风险点正在继续 中国是否有可能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谢谢 中国新闻事务 我还是要负责任地说 中国有能力也不会 有能力防范也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性风险 因为我们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是好的 金融运行也是稳定的 当然了 中国经济总量80多万亿 银行资产就250多万亿 你说没有点风险 那是不可能的 长远还到风多一身雨 树大长朝风 但是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说过 我们的银行的资本充足力和博贝覆盖力是高于 是比较高于世界标准的 我这里还想说 我们的银行法定准备经历是15%左右 这相当于存了20多万亿的准备经 或者叫做风险准备经 我首先说中国的机会经济脑账 股份能精神的货币 这种货币是最好的货币 甚至没有货币在中国的货币 中国的货币是在相机图上的水平 而且这个支弹是很良的 这中国基金经济有两十多万也 而中间的资金的利益是250万元的元 所以它是不可能为这样的大小的货币 或大大系统的货币 是有任何危机的问题 就像说一句话说 费雨会带雨 高森林会换风 我记得一几年之前 在公司的公司 我还说了 今天我们还主动调低了持资率 这是因为经济稳中向好 财政超收超过了预期 去年光中央财政就超收了2500多亿 我们没有用放到今年 而且前两个月 就是今年的前两个月 财政收入两位所增长 我们对实现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和未来的预期是充满信心和看好的 所以还会按这个方向去持续的调低持资率 当然调低持资率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改变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 因为总量大了 我们今天的财政支出 就超过去年财政支出量是不小的 我们这样做 实际上既是有信心的表现 也是为如果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内会有一些新的风险点出现 那么来背足应对的工具 这年今年度我们��는取用 去挡掷的决標 至于这年的高医生 我们持续重双映的高度 税金增并是另一个佣金的预期 и产业的预期 昨年 whe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n extra fiscal revenue of 250 billion RMB yuan above projection and we have yet to dig into that amount of mone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we have seen a double-digit increase in China's fiscal revenues, so we have confidence about meeting all the maj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argets this year and we also feel upbeat about China's future outlook. Going forward, we plan to further cut the deficit to GDP ratio,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will change our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We have more fiscal revenues in this respect and all these measures that we have been taking will help us put aside enough instruments and tools to guard against the possible uncertaintie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or any outbreak of new risks at home. Of cours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re are also some illegal violations or隙避 protection action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最近我們監管部門主動出手,果断處理, 就是要讓這些點斷的風險不能散發 該出的籠包還是要戳, 否則也有倒走風險 而且在處理過程當中啊, 我們也注意保護是合法消費者的權益, 有類似問題出現,我們還會堅決地處置。 同時,我們還會看到一些不正確的方法 和判斷判的法律 或者欠擔凍徵的規励 ,使他們做的 hic劣化 在財產業局中 政府監察的綠環境 現在已是最好的緣度 對決定有提供新方法 在好了,再質疑 否則,一小問題會發生和含有法性的障礙 在這些事件中,我們有監視保護法律的利益和利益和利益的利益 和經濟的利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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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 我們會繼續在未來的事件中 合併也是要防止有更多的或者說一些規避監管的行為發生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老問題,就是非法集資 政府會保持打擊的力度 這裡呢,我也想說一句 有一些投資者,千萬不要聽那些非法集資者編造的 竹籃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話 謝謝 在這回合的社會的改變 我們決定要組織保護法和利益的制裁 我們會提供所有的行為 政府會保護法和利益的行為 保護法和利益的行為 保護法和利益和利益 在同時,我們會遇到另一個老問題 的利益提供的利益提供 政府會保護法和利益提供 對這些利益提供的利益提供 我也想向所有投資者 不斷負負負責 的利益提供的利益提供 提供的利益提供 不斷負責責任 謝謝